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8月31日星期二 我曾经从习近平的一个重大讲话里面摘取了一段这样的话 我在昨天说到关于中国和非洲联合搞出来的 中国在非洲投资建设非洲20年的成果报告 发布会的这件事情的那个视频里面呢 我也用了这段讲话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再一次的分享一下这段话 这段话的内容呢是这样的 中国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 也从来没有侵犯过别国一寸领土 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事实一再证明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人类健康的守护者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 这个话呢我认为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昨天我那个视频呢 跟大家分享了 中国在非洲建设20年的成果 充分的体现了这样一段话 那今天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关于索马里海盗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索马里海盗 对吧 索马里海盗呢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有的从雅丁湾那个地方 过的这个商船呢 都非常的胆战心惊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但是呢现在不一样了 前两天的时候呢 印度经济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是中国在索马里畅行无阻 美俄都不行 中国救助并非没有动机 说的就是呢 现在索马里海盗 对中国的态度 和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态度 都完全不一样 包括美国和俄罗斯 全都不买账 只买中国的账 其实呢关于这件事情啊 我差不多是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视频里面就曾经说过 就是在索马里那一片区域 雅丁湾那个地方 索马里海盗 只要是看到五星红旗 全都放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索马里海盗 这个野马 中国是如何给他驯服的 其实呢 要说简单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中国呢 一贯的盛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则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是人类健康的守护者 那早在2008年之前 中国的商船 渔船商船 反正这些民船 走到雅丁湾的时候呢 也受到索马里海盗的骚扰 那曾经在2008年的时候 有中国天津的远洋渔业公司的 一艘船 就被索马里海盗给劫持了 后来呢 还有一艘6万吨的一个大运输船 也被索马里海盗给劫持了 反正在那一年 中国的商船渔船 受到索马里海盗的劫持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 那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 中国就开始派出这个护航舰队 第一次呢 是派出来了两个驱逐舰 一个补给舰 组成了这个护航编队 首次开到雅临湾 为中国的商船保驾护航 就这件事情啊 中国还有一部电视剧 那个电视剧我也看过 表现的就是呢 中国的军舰在亚丁湾护航的事 那从2008年的年底 12月份 一直到2018年的12月份 这10年的过程当中 中国一共是派出去了 31批 100艘舰艇 还有67架的直升机 一共有26000名官兵 到这个亚丁湾来护航 那他们呢 一共是保护了1191批 6695艘的中外船舶 包括中国的 还包括外国的 就是我们的护航舰队 不仅仅会保护我们中国的商船 如果有其他的友好国家 他们遇难的时候呢 只要是向我们的军舰来求救 我们的军舰也会去保护他们 一共解救的船舶 有60余艘 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呢 过亚丁湾的那些船 有中国的这个舰队 前后来护航的话呢 这个索马里海盗啊 就不会下手 如果说有他们下手的 中国的这个军舰呢 就来解救他们 这十年当中 一共是解救了60余艘 护航是护了6695艘 那个包括中国的 包括外国的 解救了60余艘 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啊 我不知道这个解救的60余艘里面 就光是中国的吗 还是也包括外国的 为什么说截止到2018年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中国不仅仅说出动了这个军舰 和这个索马里海盗 进行这种硬碰硬 同时中国还做了好多的 实实在在的事 中国就特别善于做这种 浪子回头的事 就是能够让浪子回头 有办法让浪子回头 就好像新疆那些恐怖分子一样 中国能够驯服他们 这些野马 你给他驯服了以后呢 他也会很好用的 中国有一句话叫 浪子回头金不换 对吧 那这些索马里海盗 中国现在呢 基本上就把他们给驯服了 当然这个驯服呢 他们也就是 就像印度那个报道说的 他只放行中国 其他的国家不管用 印度就说呢 这都是中国 给他们施以小恩小惠换来的 那中国是施了什么样的恩惠换来的呢 我前面说了哈 我在一两年前我就看到了 那些海盗 只要看到五星红旗就放行 不会骚扰你的 那中国做了什么 使得这个浪子回头 对中国这么好呢 他们这个索马里哈 他为什么说这么多的海盗 因为他这个国家他比较穷 也是因为他们这些人的国家领导啊 还有他们国家的这种民族的传统啊 文化呀 这些造成的 他们这个国家呢 就比较穷 长期比较穷 他不光是没有工业 基本上什么产业也没有 那么他们就仗着他们的这个地理位置 在雅丁湾那些地方 来来往往的 全世界的这个商船呢 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哎 他们就发现了 人最容易想到呢 就是打劫 他们就发现 哎我可以打劫 我可以去劫他们呀 那就通过打劫为生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达此处过 留下买路财 对吧 他们奉行的就这种土匪的做法 那是他们不想过什么安稳的日子吗 应该也不是 谁不想过安稳的日子呢 对不对 谁愿意去当土匪呢 那中国古代的时候呢 土匪也挺多的是吧 那解放以后 你现在中国还有土匪吗 谁还去当土匪啊 是不是 那些小偷啊 抢劫犯啊 什么的 抢劫的 那谁愿意 你要是有正经事做的话 谁愿意去当小偷或者劫匪啊 是不是 那索马里的这些海盗呢 也是一样啊 那中国就很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呢 就开始帮助他们 因为他那个海岸线非常长了 他那海里面的海资源又很多 对不对 然后中国呢 先后就帮助他们 办理了有30多艘的船 办理这个捕鱼许可证 我也不知道 这捕鱼许可证向谁办理啊 这应该不仅仅是他们索马里的政府吧 反正给他们办理了这个捕鱼的许可证 然后呢 还帮助他们 来教他们如何捕鱼 你得会看呀 你别看着他们当这个海盗 他们在行 可是他捕鱼 他不见得在行啊 什么地方有鱼 什么时候有鱼 你怎么样能捕上这些鱼 这些也都需要培训啊 中国就去培训他们捕鱼 而且呢 帮他们解决 把这个捕鱼呢 不仅仅来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 把它做成一个产业 还可以出口 同时呢 打鱼啊 处理鱼啊 进出口啊 这些东西 然后又解决了很多人就业 然后中国呢 还帮他们建造了现代化的鱼港 进一步的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 还和他们签订了这种双边的贸易协定 就是你打的这些鱼呢 不光是教你怎么打 打回来以后怎么处理 怎么来储存 怎么来加工 怎么来出口 就出口给中国 中国和他们呢 就签订这个贸易协定 除了这鱼业以外呢 还帮助他们来搞一些其他的行业 这样呢 就让他们有事做了 那他们就安稳下来了吗 你说中国是不是 就是按照习近平讲话里面所说的呀 中国是和平的建设者啊 你来帮助他 来让他有个事干 他不就和平了吗 你是不是和平的建设者呢 然后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中国帮他们建了鱼港 还建了那个工厂 那处理那鱼啊 那工厂什么的 甚至冷库什么的 那些都得有啊 你都得教他 帮他 你说是不是发展的贡献者 如果没有中国来帮助他的话 他永远都是海盗 还有呢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这不秩序也有了吗 印度的这个媒体 还攻击中国 攻中国呢 来做这些事情 就是为了自己 就是为了自己 在索马里 这个亚丁湾这个地方 上行无阻 为了自己 这完全都是一个攻击 如果全世界的 这个有能力的国家 都像中国这样 那这世界 不是又和平了吗 多一个中国 就少一个索马里海盗啊 是不是 还说呢 中国是人力健康的守护者 就是在疫情出现以后 索马里也不例外呀 他们也有了疫情 中国就指导他们来抗疫 那在今年年初 有了这个疫苗之后呢 中国在四月份的时候 四月初的时候 就给索马里送去了第一批的疫苗 那就在这个月的时候 在八月十二号 联合国的大会上 专题来讨论索马里的问题 中国就号召全世界都支援索马里 支援他们的经济 然后索马里呢 最近他们要进行大选 然后中国呢 还给他们提供一些 大选的那些技术 那些软件啊 硬件啊 这些东西 还有指导他们 维护秩序啊 怎么样能公平啊 公平啊 平等啊 你得公平平等 你才能够有和平啊 就好像现在中国 在指导这个阿富汗塔利班一样 塔利班以前的时候 美国就指导打打打 结果打了这个二十年 你看他把那个阿富汗给搞的 可是现在阿富汗是什么情况啊 阿富汗就在走向和平啊 阿富汗这个塔利班一再的承诺说 要建立一个和平的 宽容的联合政府 对吧 这就是中国在背后来督促了他呀 引导了他呀 王毅在第二次和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通电话的时候 就跟他提出来 要对阿富汗进行引导 正确的引导 积极的引导 然后再说回来这个索马里 索马里呢 这两年在中国的这个帮助下 也改善了和他邻国的关系 和他的邻国肯尼亚 双边关系越来越好 中国也给予他们积极的这种赞赏 你说中国和美国 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中国以自己的实质行动 将来说的事实一再证明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人类健康的守护者 事实一再证明 这种事实多了 中国在世界上 是不是就越来越得人心 中国这么得人心 你美国在联合国 想搞这种小动作 你根本就成功不了 所谓的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别看我们平常从媒体上看 美国的声音挺大 还有美国的盟友声音挺大 其实他们的声音不大 其实在联合国基本上 美国提出来一个什么决议 提出来一个什么议案 应者聊聊 没有人支持他 如果他提出来一个全球性 比如说气候变化 还有可能有响应 如果就是这种 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的话 没有人支持他 攻击中国 打压中国 没有人支持他 美国现在又迫不及待的 想运用联合国的这种手段 来压塔利班 联合国安理会 这五个常任离世国 英国 美国 法国 他们有时候抱团 有时候不抱团 那中国和俄罗斯 这两股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 显得越来越重要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